恋爱时代 电力需要一场新革命 而当下全球正掀起自二战以来 新一轮电力超级周期 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交易员们的目光 从英伟达转向了电力股 今年以来 一系列电力能源股的涨势惊人 它们不再是过去那种沉闷稳定的公用事业股 而是摇肾一变成为了科技革命的新宠 在这场能源股的盛宴中 有一家公司的表现尤为突出 它就是GE Vanova 它的涨幅超越了英伟达 涨幅达到了惊人的五倍之多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首次公开披露了 AWS的供应瓶颈 最大的支援因素就是电力 这让电力板块再次狂欢 也让市场对GEV的追捧 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而GEV的订单也直接拉爆 已经排期到了2029年 同时那些付了钱 但还没有开始交付的积压订单 达到了年度销售额的三倍 哈喽大家好 我是规伍101的特约研究员刘一鸣 这期101weekly的视频 我们来讲讲怎么去看 如今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电力公司 当他们成为华尔街热捧的投资标题 分析师们看什么指标 有什么方法论呢 今天我就结合GEVanova 聊聊这场电力革命 要理解今天的GEVanova 我们必须回答它的母体 那个曾经代表着 美国工业荣耀的通用电器集团 GV的血脉 最早可以追溯到爱迪生时代 1896年 GEV成为道琼斯指数最初的12家成分工之一 其本身就是一部美国电器化和工业化的历史 后来在传奇CEO捷克·维尔奇的领导下 GEV达到了巅峰 从飞机发动机到医疗设备 从金融服务到家电制造 GEV的业务无所不包 其市值位居全球前十 维尔奇也成为了管理学的典范 然而这种过度的多元化 也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维尔奇时代的GEV 只是GE集团里的一个电力与能源部门 GE帝国的黄昏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 因为GE旗下庞大的金融部门 GE Capital遭受了重创 公司的根基开始动摇 在随后的十年里 GE陷入了一系列的代价高昂的战略失误 其中对GEV影响最深远的一笔交易 莫过于2015年 已经100亿美元的代价 收购了法国二斯通的燃气发电业务 这在当时被视为一次豪赌 但时机却错得离谱 彼时 全球能源的发展方向 正快速从传统化石能源 转向风能 太阳能等新能源 各国政府也纷纷推出了补贴政策 鼓励绿色能源的发展 而GE的这次收购 无异于在全球高昂环保的浪潮中 加倍下注于一个 当时被时代抛弃的赛道 这笔交易带来了 沉重的债务和整合难题 也让GE的股价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直到2018年才出现转机 新任CEO卡尔普 开始大刀阔斧地 重构GE的业务组合 剥离非核心资产 最终 在2021年 他宣布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 将庞大的GE集团一分为三 分为GE医疗 GEVinova和GE航空航天 后来在2023年 GE医疗率先独立上市 历史悠久的GE公司 则由航空航天业务板块继承 继续代表着美国制造业的顶尖水平 而那个曾经让公司 背负沉重包裹的电力与能源部门 则与可再生能源电网业务一起合并 以GEVinova之名 开启了独立的新生 这似乎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但没人预料到 这个脱胎于旧帝国的GEV 它命运的齿轮 却被AI科技革命悄悄拨动了 自2024年4月独立上市以来 GEV至今的股价涨幅 已经达到了5倍多 比英伟达还夸张 我们分析一下公司 一方面要看它的内营 另一方面要看它的外营 如果说GEV自身的转型和布局是内营 那么整个大行业所处的背景 则是推动整个股价飙升的强大外营 我们正处在一个被华尔街称为 自二战以来最大的电力超级周期的开端 我们先来说内营 GEV有三张王牌 首先分析电力股 我们经常会看一个指标 就是积压订单 这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风向标 电力股属于通用事业板块 一般来说是增长不会太高 但非常稳定的行业 特别是这些电力设备的交付 一般都要有一个挺长的时间周期 所以我们看积压订单 也就是公司已经签下 或者说已经拿到一部分付款的订单有多少 它代表了公司未来收入的确定性增长 GEV在这方面的表现 只能用惊人来形容 比如你看瑞银的报告 从大建数据中心开始 GEV目前的积压订单总额 已经超过了1200亿美元 并且近年来都维持在年度销售额的三倍以上 这意味着公司未来三年的生意 基本上都已经排满了 恰恰因为有这些订单 未来的收入利润也可以预测的更精确 瑞银就给出了40%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 就是GEV的核心业务 燃气轮机 GEV的燃气轮机产能 在2027年之前几乎已经全部收清 公司的销售团队 现在初期谈的订单 都是2028年甚至是2029年交付的合同 在GEV最新的季度财报中 电力部门的订单有机增长高达44% 达到124亿美元 燃气轮机 它是一种通过旋转力 将天然气燃烧产生的能量 转化为电能的发动机 这个东西在10年前 是被称为西洋产业的 为什么突然之间又变成了香饽饽 答案就在于 AI数据中心对电力的特殊需求 一个大型AI数据中心 就像一座永不息增的城市 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 高质量的稳定的电力供应 在理想的世界里 科技巨头们希望用100%的绿点 也就是风能太阳能这些 来驱动他们的AI帝国 以符合ESG的要求 然而现实是骨感的 风力发电万一没风了怎么办 太阳能万一阴天下雨了怎么办 它们天然都有着间接性和不稳定性 然后你可能还得给它们 配一个很大的储能电站 所以风电和太阳能 不足以满足AI数据中心 指数级增长的电力需求 瑞英的一份报告就尖锐地指出 到2028年初 科技6巨头 也就是苹果 谷歌 微软 亚马逊 麦塔 英美达 每年新增的电力需求 将超过整个美国公用事业 及太阳能行业的总发电量 而核能作为另一种 低碳稳定的能源 被寄予厚望 但是大型核电站的建设周期 长达10年甚至更久 审批流程复杂 原水解不了尽渴 于是在可再生能源 能够实现大规模稳定供应 和下一代核能商业化之前的 过渡时期内 燃气轮机成为了 那个不可或缺的补缺者和稳定器 它的优势在此刻被放大 一是相对清洁 天然气发电的碳排放 比燃煤发电要低60% 是化石燃料中污染相对较少的选择 二是高效稳定 GUV先进的H级燃气轮机 联合循环发电效率可达64% 技术成熟 运行稳定可靠 三是调度灵活 燃气轮机启停速度非常快 可以迅速响应电网的负荷的变化 为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 提供关键的调风支持 历史在此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赛王施马 音质飞腐 GE在2015年对阿尔斯东的收购 虽然在当时看来是一个战略失误 但却让公司在燃气轮机领域 积累了无可匹敌的技术 专利和市场份额 GUV长期占据着 全球燃气轮机市场的三分之一 其安装的7000多台燃气轮机 贡献了全球约30%的电力 这项曾经的负资产 在AI时代意外地变成了宝贵的金矿 另外 GUV的第二张王牌 是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 有人可能会问 GUV不是卖掉了核能业务吗 市场为何没有因此看衰它 这恰恰体现了管理层的精明之处 GUV在2022年出售给法国电力公司的 是其针对大型核电站的业务 这是一块典型的重资产 投资大 建设出其常回报卖 而在出售的同时 GUV却保留了其更具前瞻性的核能布局 自2007年起 它就与日历合作成立了一个核能部门 这个部门如今的焦点 就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SMR SMR被誉为核能界的未来 它体积小 功率灵活 可以模块化建造 建设周期短 安全性更高 它几乎是为AI数据中心 量身定做的理想电源 想象一下 未来在每个大型数据中心园区的旁边 都部署一座或者多座SMR 为其提供稳定清洁独立的电力 这正是OpenAI 亚马逊 谷歌 这些AI巨头都在大理投资的方向 GUV的SMR研发 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它与安大略省电力公司合作的SMR项目 已经在加拿大开工建设 有望成为西方世界首个并网发电的SMR 这种卖掉过去 投资未来的策略 让GUV在核能领域实现了轻装上阵 精准卡位未来的趋势 而第三张网牌是除了燃气和核能 GUV从老机翼业务中继承的 风电和电气化部门 尽管风电业务 特别是海上风电面临着挑战 公司决定收缩阵线 但庞大的陆上风机装机量 和成熟的服务网络 依然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而GUV的电气化部门 也在AI时代迎来了第二春 数据中心的扩张不仅需要发电 更需要稳定高效的输配网络 GUV的电压器、开关设备 等等电网解决方案业务 也订单火爆 营收增长非常强劲 最值得关注的是 GUV已经开始为数据中心 提供定制化的快速发电解决方案 一个标志性的案例是 它向CUSO Energy公司 出售了几十台航改型燃气轮机 这些机组体积小 部署快 可以快速为特定区域供电 而CUSO公司正是 星际之门项目的成建商之一 这笔交易的象征意义 可能远远大于合同金额 它表明GUV已经不再仅仅是 一个传统的能源设备制造商 它已经深度嵌入了 全球最前沿的AI基础设施供应链 成为了科技巨头们 实现其AI雄心的 关键电力合作伙伴 所以总体来说 GUV的这三大业务里 电力部门最赚钱 风电最不赚钱 电气化部门也是四分之一的顶梁柱 如果说GUV自身的转型和布局是内应 那么整个行业所处的宏大背景 则是推动其股价飙升的强大外影 现在是自二战以来 最大的电力超级周期的开端 20年接到Q3 我们看整个标普不败 所有细分品类的股票增长 基础设施能源类应该是排第一的 它甚至比IT跟科技 还要排在前面 在Q3的时候 那Q4又跌下去了 然后又因为1月跟2月 有了Deep6事件之后 这个事情就持续的 有一些探讨跟争论 然后拐点出现在 可能就是大家认为 这也好 强调学习也好 业界对于包括整个Q2 这几家头部公司的财报表现非常好 尤其在应用层 在用户拓展层 在收入利润层 包括在云的收入增长 这个角度来讲都非常好 就相当于它从一个不是特别好 到悲观 然后瞬间扭转到一个正向的状态里 所以就拉回来了 然后又因为 我觉得可能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临界点 就是美国的电力的系统 包括美国电力的供电的稳定程度 然后它电能的电量 包括各种类型电力的提供的 这个占比这件事情 配着今天这个时间点 可能已经延续了两到三年的 数据中心的KPS投入 可能到了临界点变成了 就是它真的开始影响 电力整个系统的稳定性也好 容量也好 甚至包括影响民用的这个东西 又因为它是市场化 它跟价格又相关 所以这些事情 它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 它就被拉成一个新的状态 我们看巴克莱的这张 全美多行业的周期趋势图 依据未来增长和未来衰退 这两个维度 来展现不同行业 在2025年前后的发展趋势 电网输电 数据中心 火力发电这些 都处于高增长的区间 驱动这个电力超级周期的 是三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一是AI与数据中心的需求爆炸 这是最核心 最急迫的驱动力 国际能源署预测 到2030年 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 将比现在增加一倍以上 达到惊人的945泰瓦时 这是什么概念啊 台积电是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 其工厂耗电量巨大 而945泰瓦时 相当于32家台积电 一年的用量总和 无论是训练一个复杂的AI大模型 还是我们日常 每次与AI交互背后所需的推理 都会产生巨大的电力消耗 二是特朗普政府 推动的美国制造业回流 与再工业化 在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 等等的推动下 制造业投资正在回流 过去三年 美国制造业建设支出 已经超过了5500亿美元 这些新建的先进工厂 也都会是耗电大户 这种产能扩张 在未来数十年 持续推高电力需求 三是广泛的社会电气化 从交通 用更多的电动汽车 到家庭场景中 使用更多的电力 比如说供暖的热棒 或者电磁炉 全球正在经历一场 从化石燃料 向电力的能源消费转型 这三股力量叠加在一起 导致了全球电力需求曲线 在经历了近20年的 平缓增长后 突然掉头向上 呈现出陡峭的增长态势 瑞银的数据显示 美国发电量的年增长率 已经从2000年到2020年间 趋近于零 猛增至2020年到2024年间的 1.8% 并且预计将持续加速 需求的激增 直接导致了 电力基础设施投资的紧喷 北美公用事业公司 资本支出的年增速 已经从2021年前的6% 翻倍至12% 预计2025年总投资额 将突破2000亿美元 然而供给侧的响应 却严重之后 新增的发电容量远远跟不上 需求的增长 美国多个州的电力公司 比如说亚里山纳州 弗吉尼亚州和俄亥俄州 已经公开发出警告 称他们的电力容量 可能在2030年前耗尽 电网的备用容量边际 主要是用来确保系统 稳定性的冗余电力 在部分地区已经跌破了10% 远远低于15%到25%的安全水平 过去年谈论大家 很多什么袖带 那几个已经腐朽的 传统工业城市 又因为建核电厂也好 建各种各样的电力实施也好 又重新被拉到视野当中 就是因为确实可能 到了一个年代之后 它需要更新的更多的 来维持这个重大的KPS投入 因为本来讲 这个KPS投入的预期 已经变成了 可能真的会拉到 29甚至30年的预期 然后从现在可能一个季度 这几家头部公司 是1000亿美金体量 我那天看大摩想 到29年每年 是要3万亿美金的投入 就变成一个季度 可能要大几千万美金 就距离今天 可能还要再翻几番 那你想吧 今天这个时间点 已经到了逼着电力系统 做出改变的这个情况 那如果这个事情再翻几番 那可能甚至 今天这个时间点 美国整个的电力生态 要被重新写一遍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叙事的话 那当然 这几家头部公司的价值 就要重新去算了 所以 一个巨大的供需缺口 已经形成 在这个电力全面高级的 卖放市场里 随拥有最核心的 发电技术和设备制造能力 随就拥有了定价权和话语权 瑞银在眼报里说 与十年前相比 建造一座新的联合循环 燃气轮机电厂的成本 增加了300% 这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对燃气轮机 这些核心设备商的争抢 这正是GVanova所处的黄金赛道 它不仅手握 当前最急需的燃气轮机技术 还布局了中长期的 SMR核能和电网升级业务 它几乎完美覆盖了 解决这场电力危机 所需要的所有环节 所以GV的股价飙升 背后是多重利好 不过GV如此之高的价格 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估值风险 高昂的估值 已经远超工业股的平均水平 已经充分pricing了 AI驱动的增长预期 这个估值水平意味着 GV未来的业绩表现必须完美 任何业绩上的瑕疵 都有可能引发剧烈回调 并且由于GV的命运 已经和整个AI板块紧密相连 如果未来市场对算力股 存在泡沫的担忧日益加剧 一旦这股热潮降稳 那么GV恐怕也难以独善其身 所以切记盲目追高 需要保持对不确定性的敬畏 GV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科技革命中 聚光灯下的英雄 比如英伟达固然耀眼 但那些在幕后为革命提供 基础动力和关键资源的企业 同样也能创造惊人的价值 一个层被视为战略失误的收购 意外地让GV在燃气轮机领域 拥有了无可匹敌的护城河 成为AI时代最关键的 过渡能源供应商 新管理层又果断地进行 业务拆分和聚焦 玻璃重资产的过去 就是大型核电 投资轻资产的未来 就是SMR 并深度绑定AI数据中心 这一核心需求场景 当全世界都在为电力短缺而焦虑时 GV成为了那个 手握解决方案的卖产人 好了 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视频内容 硅谷101不做任何股票推荐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你如何看AI电力市场的未来 欢迎在我们评论区留言 我是硅谷101的 特约研究员刘一鸣 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 不要错过最前眼的硅谷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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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